一对新人在迎亲途中遇车祸一死一伤 刚才还是好好的儿子 现在竟然阴阳两个 新娘的伤情有所好转 但不久后竟突然死亡 新娘的哥哥出了一个主意 把他们俩活着没办的婚事就给办完吧 但喜事变成了配阴婚 可下葬的前夜新娘怎么又活了 死而复生的媳妇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年过半百的老张最近十分高兴 他唯一的儿子就要结婚了 准儿媳妇刘倩是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 而且十分贤惠 结婚当天老张给儿子雇了六辆婚车 浩浩荡荡的去迎娶新娘刘倩 但就在迎亲回来的路上 突然一伙陌生人拦住了婚车 领头的中年男子跟老张的儿子说 刘倩是我的老婆 把人给我交出来 什么 老张儿子大吃一惊 刘倩竟然有老公 这不可能 他和刘倩从小青梅竹马长大 就没听说过他嫁过人 而且刘倩说 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刘倩的哥哥刘斌 向这名男子借钱赌博 并许诺如果还不上钱 就把妹妹刘倩 嫁给他 现在刘斌还不上钱 他们就来要人了 老张儿子一看 这是遇到流氓了 赶紧让刘倩跟他哥哥刘斌联系 过来处理这事 但此时刘斌 早就溜之大吉了 没办法 老张儿子只好让父亲过来解决此事 老张闻讯赶来后火冒三丈 这又不是旧社会 还能有这事 于是就跟这名男子理论 刘倩已经嫁到了我们家 如果要钱 你去找他哥刘斌去 但这会儿人明摆着是耍赖 反正不给钱不让走 这可急坏了老张 家里边的婚宴早就摆好了 亲戚朋友也到了 就等着新娘刘倩了 情急之下 老张赶紧偷偷的让人找来了一辆摩托车 让儿子先带刘倩去婚礼现场 自己和一些亲戚在现场应付 来人一看 刘倩跑了 急红了眼 围着老张要钱 就在僵持过程中 老张的电话响了 听了没两句 这老张就突然昏倒在地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会让老张昏倒 原来老张儿子骑上摩托车 匆匆忙忙往回赶 由于车速过快 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连人带车冲到了桥下 老张的儿子当场死亡 新娘刘倩也被摔成了重伤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老张一时无法接受就昏了过去 拦车要债的人一看啊 大事不妙就带着人散了 老张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家 看到儿子冰冷的尸体 怎么也不敢相信 刚才还是好好的儿子 现在竟然阴阳两格 正当老张夫妇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 新娘刘倩的哥哥刘斌突然出现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刘斌并不是来看望老张的 而是来要钱的 刘斌认为 这次车祸是老张儿子驾车导致的 现在妹妹刘倩还在医院躺着 他们已无力支付着巨额的医药费 所以让老张赔钱 儿子尸骨未寒 这新娘的哥哥又来要钱 这对老张这个普通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大家伙都觉得刘斌做得有些过分 人家老张给了彩礼 这媳妇刘倩也没娶到 就不应该再赔钱了 况且要不是因为刘斌 也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老张夫妇没有推卸责任 而是强忍丧子之痛 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十万元钱给了刘斌 让他赶紧去给刘倩治疗 老张夫妇原本以为对刘家人已经尽到了心意 这场风波就该到此结束了 但刘倩的哥哥刘斌却并没有善罢甘休 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 刘倩的病情有所好转就出院了 但刘斌仍以妹妹需要有人照顾为由 继续向老张要钱 本来这个老张还三百五百的给 但得知刘斌把钱都拿去赌博了 就拒绝给他任何钱 刘斌多次索要无果后 也就没有再去骚扰老张 就这样 刘倩出院后被哥哥刘斌接回了家 老张夫妇的日子也恢复了平静 但是老年丧子的痛苦并没有消失 二老脸上再也没有以往的笑容 也许是思而心切 隔三差五就会梦到儿子 儿子一直说他很冷 每次做梦老张夫妇都会难过一整天 老辈人说没撑家的孩子死后会变成孤魂野鬼 这是儿子托梦想找个伴 老张夫妇原本不相信这些封建漏习 但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儿子和刘倩根本没有拜堂成亲 他是一个人孤苦伶仃走了的 于是老张就托人四处打听 希望找个过世的姑娘 给儿子配个阴婚 但阴婚这种漏习在当地并不多见 食源非常难找 即便找到老张夫妇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尸 刘倩突然死亡 其哥哥刘斌找上门来 现在妹妹刘倩也不在了 我和我妈商量 把他们俩活着没办的婚事 就给办完吧 刘倩的尸体被抬到了张家准备下葬 可就在当天晚上 老张却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哪来的咳嗽声 莫非声音是从刘倩的棺木里传出来的 当棺木被打开后 发现死去的刘倩竟然还活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死而复生的媳妇正在播出 一天老张的电话突然响了 是刘倩的哥哥刘斌打来的 老张以为他又来要钱就挂了 但刘斌不停地拨打 老张索性就关了机 可没想到的是 刘斌竟然找到了家里 老张看见他就赶紧关门 刘斌冲上来说 叔 您别急着关门 以前是我的不对 您对我妹妹刘倩仁至义尽 我们都很感谢您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您 刘倩去世了 什么 老张有些不敢相信 前些日子不还好好的吗 刘斌哽咽地说道 刘倩出院没多久 病情就复发了 由于家里条件差 他不愿意再去医院 一直在家里熬着 前天晚上突然昏迷不醒 我连夜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也没救过来 说完 刘斌拿出了妹妹的死亡证明 老张看过之后 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刘斌暗卫老张 叔啊 您别难过 听说您想给儿子找个伴 现在妹妹刘倩也不在了 我和我妈商量 把他们俩活着没办的婚事 就给办完吧 听到这儿 老张夫妇真不知道是喜是悲 本来好端端的俩孩子 老张叹了一口气 这样也好 他们在下面也有个伴 紧接着 刘斌支支吾吾的又说 以前咱们办的是活人的婚礼 现在是阴婚 您看这个彩礼 听到这儿 老张明白了 刘斌这是又来要钱了 看到老张有些迟疑 刘斌赶紧解释 张叔您别误会 主要是想给我妈留点 让她老了 有个依靠 老张觉得 这刘斌说的也在理 毕竟刘倩要埋在咱们老张家 于是东挪西凑的又借了三万块钱 当天下午 老张夫妇就来到刘斌的家里 看见刘倩躺在房前的木板上盖着白布 刘斌说 因为要配阴婚 天气也冷 就没有置办棺木 老张看后 老泪纵横 好好的俩孩子 竟以这种方式结合 让人唏嘘不已 刘倩的母亲看到了 老张夫妇也禁不住嚎啕大哭 说刘倩在家好好的 突然就昏迷了 刘斌带他去医院也没救过来 老张夫妇安慰着刘斌的母亲 亲家母 你就别伤心了 要保重身体 老张付了彩礼 找了一辆车 就把刘倩拉了回去 回家后 老张把儿子生前的新房布置一新 将刘倩的尸体装入棺木中 停放在新房中间 放上俩人的照片 寓意入洞房 按照所谓的阴婚风俗 棺木要在家里摆放三天 由兄妹守灵 但是老张就这一个儿子 刘斌又不愿意来 无奈 只好由老张夫妇 轮流守灵 夜深了 亲朋好友逐渐散去 房间里就剩下老张 一个人在守灵 周围格外寂静 就在老张迷迷糊糊的 快要睡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咳嗽 声音还格外清晰 这下把老张吓了一个机灵 又四处看了看 确实没什么人 老张有些纳闷 新房里除了死去的刘倩 就他一个人 哪来的咳嗽声 莫非声音是从刘倩的 棺木里传出来的 想到这儿 老张打了一个冷颤 赶紧把老伴叫过来听一听 老张爱人迷迷糊糊的走进新房 听了半天 也没听到任何动静 说道 你这老头子 肯定是睡得头雨 话没说完 咳嗽声又响起了 这下声音听的是真真的 就是从刘倩 虚眼的棺木里传出来的 这下把老张夫妇吓坏了 赶紧打电话叫人过来 大家伙对老张说的话半信半疑 但还是把虚眼的棺杆打开了 打开后 大家伙凑上去巷里瞟了一眼 眼前的这一幕 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本来是平躺着的刘倩 竟然起身 倚靠在了棺边 这把在场的人吓得木灯口袋 都以为是炸湿了 谁也不敢上前去查看 这时老张做医生的表弟 大胆地走到刘倩身旁 叹了叹鼻息 仔细薅了薅麦 说了一句 人还活着 赶紧报120 救护车把刘倩紧急送到医院 经过检查发现 刘倩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并未死亡 医生赶紧对他进行抢救 听到这个消息 老张夫妇又惊又喜 幸亏发现了及时 要是把人埋了 可就犯了大错 老张赶紧通知刘倩的哥哥刘斌 刘斌带着母亲 火速赶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紧急抢救 刘倩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后来医生检查确认 刘倩竟然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导致的昏迷 安眠药 刘倩为什么要吃大量的安眠药呢 老张疑惑不及 刘倩的母亲哥哥也都不知所以然 好在刘倩很快就苏醒了 哭着道出了服药自杀的原为 原来上次出车祸后啊 刘倩偶然间听到母亲跟哥哥刘斌说 自己竟是抱养来的 这对于刘倩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而且刘斌得知此事后啊 屡次当着妹妹刘倩的面抱怨 嫌给她看病 花了家里不少钱 此时 刘倩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 再加上病痛的折磨与失去爱人的打击 所以不想活在这个世上 于是刘倩在住院期间啊 偷偷攒了大量的安眠药 出院后不久就选择了服药自杀 但当时大家对此并不知情 以为是旧病复发 抢救无效死了 所以就发生了之前的事情 刘倩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 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对 伤害了母亲 所以以后她会好好的活着 对于自己的救命恩人老张夫妇呢 刘倩是千恩万谢 并希望任他们做父母将来好好地孝敬二老 老张夫妇答应了刘倩的请求 也希望她以后不要再做啥事了 就这样 两家人真正地变成了一家人 刘斌也变得勤快了 不再抱怨 积极地掏钱给妹妹刘倩看病 并承诺以后有钱了 把老张的三万块钱彩礼还了 但老张说不用了 拿着钱给刘倩看病吧 经过大家的细心照料 刘倩很快就出院了 出院后 刘倩就像老张的亲闺女一样 常常看望他们 给他们洗衣做饭 二老是洗在心里 美在脸上 但是老张心里有个谜团 一直没有解开 刘倩昏迷当晚 被哥哥刘斌接到医院抢救 但医院怎么能在人没死的时候 就开了死亡证明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老张越想越生气 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不会有刘倩这么幸运了 于是老张就去医院反映这件事 但医生的答复却让老张大吃一惊 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还说当晚刘倩根本没有来过医院 更别说开过死亡证明 老张着急了 明明看到过死亡证明 医院怎么会不承认呢 这是在推卸责任 于是就给刘斌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块找医院 反映这个情况 但是刘斌赶到医院后 竟拉住老张一顿劝说 刘倩最终是人家医院给看好的 还不允许人家犯一点错误 你就别闹了 赶紧回家吧 说完 刘斌把老张送回了家 但倔强的老张根本不听刘斌的 继续来医院反映情况 一张蹊跷的死亡证明 让老张觉得刘斌有故意害死妹妹的嫌疑 如果医院有过错 他一定会大闹医院要赔偿的 但这次却一反常态 还安抚老张不要去闹 监控录像还原部分真相 奄奄一息中的刘倩 竟没被哥哥刘斌送去急救 刘斌并没有带刘倩去急救室 而是在院子里停了七八分钟后 又离开了医院 医院怎会为没有入院治疗的病人 开具死亡证明 警方又能否还原事情的真相 死而复生的媳妇 正在播出 为您讲法 公安机关把刘斌带走了 说他涉嫌谋害妹妹刘倩 大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明明是刘倩自杀未遂 医院抢救不利 怎么会牵扯到刘斌 说到这件事 还得从老张做医生的表弟说起 当天也是他发现刘倩没有死亡的 于是医院领导就安排他处理这件事情 一据老张表弟这个多年的从医经验判断 服用安眠药导致昏迷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医院不可能检查不出来 如果刘倩来医院抢救过的话 不可能救不活 他查看了医院的诊疗系统 发现事发当天确实没有刘倩的抢救记录 更别说开过死亡证明 可老张却口口声声说医院抢救不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查明真相 老张表弟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 监控探头正对的就是医院的大院 如果刘倩来过医院的话 一定能够看到 通过查看录像 没有发现刘倩的身影 但老张表弟害怕看错了 又仔细的看了一遍 突然在监控录像23点11分处 发现了刘斌和刘倩 监控画面显示 刘斌骑着一个三轮车 带着妹妹刘倩进了医院大门 但奇怪的是 刘斌并没有带刘倩去急救室 而是在院子里停了七八分钟后 又离开了医院 为什么刘斌在医院待了一下就走了 之后他带着刘倩去哪了 种种疑问让老张表弟觉得此事必有蹊跷 他急忙把监控录像拿给老张看 老张看过监控录像后也觉得不可思议 刘斌亲口说他带着刘倩去医院抢救 而且还拿着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难道刘斌在说谎 老张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 民警接警后对此事非常重视 看完医院的监控视频后 立刻展开调查 他们首先找到刘斌的母亲了解情况 据刘斌母亲讲 当晚由于他腿脚不变 就让刘斌借了个三楼车 带着妹妹刘倩去县里医院抢救 临走还给了他一些钱 第二天刘斌回来拿着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说人没了 民警传唤刘斌 刘斌也说当晚带着妹妹去医院抢救 人没有救过来 但民警告诉刘斌 医院没有刘倩的抢救记录 并且在医院的监控录像中发现 他没有带刘倩去急救室 而是在院子里待了七八分钟后就离开了 说到这儿 刘斌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紧张 支支吾吾的说到 当时是带的钱不够 就带着妹妹去另外一家诊所去抢救了 当民警问是哪家诊所的时候 刘斌却说当晚有些着急 忘记是哪家诊所了 死亡证明也是诊所开的 刘斌这个前后矛盾的回答 以及紧张的神色 让民警更加觉着他有问题 于是立刻派人前往他在县城的临时住所进行调查 并调取了附近的监控 发现当晚刘斌根本没有带妹妹刘倩去诊所抢救 而是把他从医院直接带到了租住房 同时经过民警仔细的搜查 在屋里发现了刘倩的死亡证明 一直在狡辩的刘斌在诸多证据面前终于低下了头 沉思片刻开口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 当晚妹妹刘倩昏迷以后 刘斌没有多想 就急忙带着他去县医院抢救 但到了医院后 他觉得自己带的钱不多 于是下车摸了摸妹妹刘倩的身体 发现他浑身冰冷 好像也没了呼吸 心想人都这样了 应该是死了 抢救也无济于事 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还不如给自个留着 然后就带着妹妹刘倩离开了医院 把他放在了自己的租住房屋内 准备第二天把这所谓死去的妹妹运回家安葬 为了打小母亲的疑虑 让他以为妹妹刘倩确实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 刘斌通过打印的手段 伪造了医院的死亡证明 然后带着妹妹刘倩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 刘斌突然想起了老张给儿子配因婚的事情 心想反正妹妹已经死了 这样把他埋了 有些可惜 不如把他卖给老张 不但能省下安葬费 还能赚点钱 于是回家后 刘斌骗母亲说 老张希望俩孩子能够安葬在一起 刘斌母亲知书达理 说俩孩子生前就是一对 死后应该埋在一起 就同意了 然后刘斌就偷偷的找到老张 把妹妹的尸体卖给了他 刘斌辩解道 他是确认妹妹刘倩身体冰冷 没有了呼吸 感觉人应该是死了 抢救也无济于事 为了省钱才带妹妹离开的 虽然刘倩不是他的亲妹妹 可是兄妹一场 他再坏也不可能有杀害妹妹的想法 但是公安机关仍以刘斌涉嫌 故意杀人罪为由 对其实施了拘留 说到这儿 观众可能有些疑惑 刘斌并没有害死妹妹刘倩的想法 为什么定他杀人罪 在刑法学上 有种心理状态叫做间接故意 是犯罪故意的一种类型 即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 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我国刑法规定 因上述心态构成犯罪的 是故意犯罪 本案中 刘斌作为兄长 在法律上具有对妹妹刘倩的施救义务 即在已经到达医院 且客观上没有其他障碍的情况下 刘斌应当将妹妹刘倩送去抢救 但刘斌为了省钱 在明知未经医院抢救 无法最终确认妹妹刘倩是否死亡的情况下 凭主观异断放弃抢救 放任了刘倩死亡结果的发生 庭审中 刘斌辩称 他没有害人的想法 妹妹刘倩也没死亡 不应定他有罪 但法院认为 整个过程中 他虽然没有积极的追求妹妹刘倩死亡的结果 但也没有有效的阻止 而是放任该结果的发生 并使其置于确定发生的状态 所以即便客观上没有造成刘倩死亡的后果 在主观上 刘斌还是具有谋害刘倩的间接故意 构成故意杀人罪 根据我国这个刑法规定 犯故意杀人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情节轻微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斌构成故意杀人罪 属于间接故意 鉴于其主观恶性不大 没有造成死亡的后果 并且在发现妹妹刘倩为死亡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积极的救治 同时妹妹刘倩也谅解了她的违法行为 极力向法院求情 所以法院对刘斌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至此 本案告一段落 刘斌的母亲十分痛心 儿子竟然会为了钱财伤害自己的妹妹 不过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虽然刘斌取得了妹妹刘倩的谅解 但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感谢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单身妈妈为了让儿子在省城上学 而答应和别人假结婚 只登记不住在一起 随时都可以提出离婚 假结婚不久 她遇到心上人 想离婚 挂名帐 却不同意 要么跟自己做一对名副歧视的夫妻 要么就一辈子别想再嫁人了 挂名帐府为何变了挂 她最终能否成功离婚 挂名帐府不离婚 明日播出 明日播出